第1521章真的不是我 声音很熟悉 很快 一名女子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这名女子杨叶自然是认识的 正是那许久许久未见过的丁少耀 丁少耀 这个女人她自然是没有忘记 在下位面时 她有让叶刘云与帝女派人打听过 但是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对于丁少耀 杨叶其实不是特别担心 因为她太聪明了 以她的智商是很难吃亏的 而杨叶没想到丁少耀 竟然已经在这大世界 而且还是这个小杨酒馆的馆主 杨叶轻笑了笑 道 我没想到你来到大世界了 丁少耀微微一笑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杨叶不解 丁少耀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都下去吧 那轮回敬老者犹豫了下 道 管主 这 丁少耀轻笑了笑 他若要杀我的话 你们是拦不住的 杨叶杀五名轮回敬强者 床上大世界的事 他自然已经知晓 场中众人听到丁少耀的话 心中顿时一惊 他们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转身退了出去 在众人离开后 丁少耀道 我听说你上来了 所以 开始让我的人找你 但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跑到我这里来了 原来如此 杨叶点了点头 道 少耀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大世界 丁少耀道 当年从选者大陆来到灵界后 在接引城中 我遇到了一个人 也就是我现在的师父 因为他在下面的事情已经办完 所以就把我也带上来了 你师父 什么人 杨叶问 司徒家现任家主 丁少耀道 司徒家是一个六星势力 也正是因为他的帮助 所以我才能够在这个地方 建一个势力 说到这 他嘴角泛起一抹脚霞 知道这为什么叫小杨酒馆吗 杨叶摇了摇头 小杨 小杨 明白了吗 丁少耀笑道 小杨 杨叶愣了愣 然后摇头笑道 不管如何 你无事就好 丁少耀微微点头 然后轻声道 我还好 倒是你 这些年 吃过不少苦吧 我已经习惯了 杨叶笑道 丁少耀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你这次来大世界 主要目的是神凤族 杨叶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势力 你知道多少 不是很多 丁少耀沉声道 妖族不准人类擅自进入 就算有人进入妖族 也不敢靠近神凤族 神凤族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这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这个家族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出现过 在人类的视线中了 不过 他们那个叫 墨小冷的神凤族公主 倒是经常来人类世界 墨小冷 杨叶双眼微眯 又是这个死丫头骗子 这女人的性格 她也算了解 完全是那种 自我到了变态的程度 她想要的 她就会拿 并且还认为 你就应该给她 你要不给 她就抢 就像紫儿与小白 紫儿与小白 不跟着她 她就抢抢 这时 丁韶药突然道 别去神凤族 为什么 杨叶皱眉 丁韶药摇了摇头 我知道 你现在的实力很强 但是 神凤族比你想得更强 你现在去神凤族 不仅人带不回来 自己反而会搭进去 杨叶沉默 丁韶药又道 你是不是想着玩音的 杨叶点了点头 她当然不会跟神凤族 明着干 因为她肯定干不过 哪怕是能够再次施展 星河剑图 肯定也弄不过 但是 在这个大世界 她无牵无挂 她可以玩音的 我不跟你明着来 我们来按的 丁韶药摇了摇头 不行 为什么 杨叶不解 丁韶药道 如果是在外面 你拥有剑欲 隐匿自己气息 或许可以跟对方来音的 但是 在腰域内不行 首先 神凤族的轮回镜 强者很多 至少至少拥有20位以上 其次 神凤族的速度很快 非常的快 你只要稍微失误一下 你就会被至少10位以上的 轮回镜强者围攻 最后 即使你没有失误 以一己之力拖住了神凤族 但是 你能灭得了神凤族吗 而且 神凤族还有盟友 他们若是求助 你在腰域内 将插翅难飞 沉默半赏 杨叶苦笑了笑 本来我挺有信心的 被你这么一分析 我都有点不敢去了 丁韶药轻声道 你的目的是救人 你会被救人 而不是灭神凤族 所以 不能乱来 如果你杀到神凤族去 人就不到 反而会让自己陷入 无穷无尽的被追杀中 而那时 战阁与帝宗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他们会再舔一把火 那个时候 你日子就真的难过了 你有办法 杨叶看向丁韶药 如果可以 他当然不想与神凤族死磕 毕竟他的目的 只是小白与紫儿 但是 神凤族会将紫儿与小白 还给他吗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怕神凤族 伤害紫儿与小白 丁韶药要沉默一顺 然后道 我让人去打听一下 看看你要寻的那紫儿 还有那小白 现在如何了 杨叶道 你的人能够深入神凤族吗 丁韶药摇了摇头 杨叶笑道 所以 还是得我自己去 在隐匿方面 我相信 就算是轮回境 强者都没我强 丁韶药看着杨叶 道 你去了 会出事情的 杨叶苦笑道 我在你心中 就是那种喜欢惹祸的人 丁韶药点了点头 你不是喜欢惹祸 你是非常能惹祸 说到这 他顿了顿 然后道 你要去 我不反对 但是 答应我 真的不要乱来 在妖族你乱来 你可能会被围攻的 那是妖族 妖兽的地盘 一旦被围攻 你很难逃出来 杨叶笑道 放心 我不会乱来的 保证 丁韶药摇了摇头 你越这么说 我越不放心 杨叶 什么时候去 丁韶药道 现在 杨叶道 丁韶药带梅微醋 这么快 杨叶点了点头 我不想浪费时间 丁韶药沉默半赏 然后道 小心些 对了 有件事你得注意一下 那就是有人在找你 找我 杨叶皱眉 战阁还是地宗 丁韶药摇了摇头 不清楚对方身份 不过 应该不是战阁与地宗的 因为对方找的是一个 领悟半步归原境杀意的人 而且 对方描述的外貌就是你 谁在找自己 杨叶皱眉沉思了一会 然后摇了摇头 不管了 对了 你帮我查一个人 安南静 他已经来到大世界 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 帮我查一下 丁韶药点了点头 我会安排人去查的 对了 外面那女人 杨叶道 在城中认识的 刚来 不熟悉 所以 找了一个人 丁韶药嘴角 泛起一抹笑容 你挺会找的 是一个大美女 杨叶善笑了笑 然后道 没有别的事 那我先走了 杨叶说完 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原地 离开小杨酒馆后 杨叶迅速离开了烟界城 然后朝烟界山脉赶去 杨叶速度很快 眨眼间便是进入了 那茫茫大山中 而就在杨叶离开烟界城 差不多一个时辰后 一名黑袍男子 来到了烟界城外 黑袍男子全身都被一件 黑袍笼罩着 在其手中握着一柄血红色的剑 在其身上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杀意 杀意凌厉无比 让人闻而生畏 黑袍男子抬头看了一眼 那烟界城 正要进城 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出现在了烟界城城门口 挡住了黑袍男子的路 轮回进墙者 那老者缓步朝着黑袍男子走去 好一个血俭妖军 当初你不过跟我战阁的人 发生了一点矛盾 你就灭掉我战阁一个城 随后又连杀我战阁数名阴阳净强者 并且还说要与我战阁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呵呵 血俭妖军 什么时候你变得这么高调了 什么时候你胆子这么肥了 黑袍下 男子的神色难堪至极 我没说过 没说过 老者冷笑了一声 手握血俭 杀意达到半步归原境 而你刚好又与我战阁有矛盾 你说 不是你 还有谁 我也在找那人 黑袍男子沉声道 笑话 老者冷声道 血俭妖军 原本我还觉得你有点胆量 毕竟敢说与我战阁不死不休的人 这么多年来 也就你 但是我没想到 老夫来了后 你竟然不敢承认了 你还是一个男人吗 黑袍男子紧握手中的剑 沉声道 真的不是我 放你狗屁 老者突然怒喝道 敢做不敢承认 也罢 懒得与你在废口舌 给我死来 声音落下 老者直接身形移动 朝着黑袍男子抱射而去 第1522章 你全家都是人类 在老者出手的那一刻 那黑袍男子突然身形一颤 化作一道血光消失在天际 速度非常的快 眨眼间就消失在了老者的视线中 场中 老者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我看你有多能跑 声音落下 其朝前踏出一步 一步踏出 其整个人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在黑袍老者消失后 一名女子出现在了之前老者的位置 女子身着一袭 如雪白裙 容颜倾城 站在那门口 天地在这一刻都为之失色 在女子御守中 是一柄洁白色的雨扇 女子看着老者消失的地方 然后摇了摇头 蠢货 声音落下 其直接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杨叶进入燕界山脉之后 立刻加快速度 在一天后 她终于离开了燕界山脉 来到了腰狱的地盘 其实 妖族并不落后 不管是实力上还是文明上 在这片宇宙中 人类的文明无疑是最先进的 也是最早出现的 在最开始时 妖族与别的种族 可是吃了这个大亏 最后 不管是妖族还是别的种族 都在开始学习人类 因为 他们已经明白 落后就要挨打 因此 在妖狱内 也是有许多人类建筑 只不过 比起人类的建筑 要大太多太多了 不仅如此 妖族与人族之间也有贸易 比如 妖族不需要的一些灵草 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都会贩卖给人类 不仅与人族 还有与别的族 有贸易来往 繁华 妖族与人族一样繁华 一个时辰后 杨叶停了下来 在他的面前 是一座城 鸣 巨兽城 杨叶没有犹豫 身形一动 朝着巨兽城走去 他并没有隐藏自己 而是光明正大的走去 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在妖族中 也是有许多妖兽 化作人形生活的 特别是在城中 任何妖兽进城 都是需要化作人形的 这是整个妖族的规定 当然 这是因为他有剑玉 隐匿自己身上的气息 不然 一旦让妖兽 闻到他身上的人类气息 那麻烦可就大了 传颂 杨叶之所以进巨兽城 是因为要通过巨兽城 传颂到神凤族 也就是凤玉 妖玉的世界里 有许多妖族 而那些强大的族群 都会开辟出 属于自己的专属世界 也就是玉 而这神凤族的 就是凤玉 如果不用传颂阵 他飞上一个月 也不一定能够飞到凤玉 城中的人 身材都极为魁梧 不管是男还是女 因此 当杨叶进入城中后 他立刻成为了一个异类 因为最小的一个人 都比他一半还不止 渐渐的 杨叶发现 周围的那些妖兽 看他的目光 有些不善了 就在这时 一名中年大汉 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人类 中年大汉死死盯着杨叶 听到中年大汉的话 场中许多妖兽 立刻围了过来 在所有族类中 妖族最不喜欢的 就是跟人类打交代 没办法 人类太狡猾 心眼太多 跟人类打交道 基本只有吃亏的份 加上人族喜欢妖族的内单 应该说 在人类眼中 妖族的妖兽全身都是宝 因此 经常有人类猎杀妖兽 虽然不敢明着来 但是这种事情 暗地里每天都在发生 杨叶看向中年大汉 下一刻 他身形移动 直接来到了中年大汉的面前 然后一拳轰出 那中年大汉微微一愣 他没想到杨叶直接动手 回过神来后 他也是直接一拳轰出 轰 随着一道炸响声响起 在众多妖兽的目光之中 那中年大汉直接被轰飞出了数百丈 而这时 杨叶突然出现在了那大汉的面前 道 人类 你全家都是人类 声音落下 他又是一拳轰出 中年大汉连忙迎拳还击 轰 炸响声响起 中年大汉在喷出一口精血后 整个人直接倒飞了出去 在中年男子飞出去后 杨叶又出现在了中年大汉的面前 这时 那中年大汉连忙举起了双手 道 误会 完全是误会 杨叶没有出手 误会 中年男子抹了抹嘴角的鲜血 然后苦涩道 老兄 我只是怀疑一下而已 干嘛出手这么重 现在还怀疑吗 杨叶诞声道 中年男子连忙摆了摆手 不怀疑了 人类怎么可能有你这么强的力量 你这力量比我们妖兽都要强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那些妖兽 那些妖兽见到杨叶看来 皆是连忙走开 杨叶展现出来的实力 很强 非常的强 没有妖兽会愿意去招惹一个强者 这时 那中年男子突然道 你是什么族的 实力好强 杨叶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道 杨族 杨族 中年男子愣住 然后道 怎么可能 这么弱小的族 说到这 他似是想到什么 连忙住口 杨叶也是一愣 他只是随口一说 但是他没想到真的有杨族 不过在这中年男子口中 这杨族好像有点弱 不过也好 很弱的话 肯定不会引人注目 这时 中年男子善笑了笑 杨族整体实力较弱 只能勉强算作五星势力 但是我没想到 杨族竟然有你这种强者 你是要去参加万族会 万族会 杨叶不解 你不知道 中年男子愣了愣 这时 杨叶道 知道 当然知道 嗯 你也是来参加万族会 中年男子点了点头 自然 这可是我们妖族十年一次的盛会 我怎么会错过呢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开始与中年男子开始交谈 中年男子性子比较直爽 因此 杨叶拐弯抹角地打听 到了自己想要知道的一切 中年男子名虎盟 是虎族的 这万族会 其实就是一个比武大会 整个妖族 有势力的族群都会参加 这万族会 是妖族举办的 目的是为了激励年轻一辈的 妖族成员 也是为了团结整个妖族 在这大世界 如果妖族不团结 等等妖族的就是灭亡 就算是最复杂的人族 一旦有外族侵入 人族都会立即放下恩怨 然后团结一起一致对外 不团结的种族 基本已经全部灭亡 参加这比武大会 杨业已经决定了 因为这比武大会有许多奖励 而其中一个奖励 就是前往神奉族的圣地 也就是圣须之地 修炼一个月 他不知道这圣须之地 是什么地方 但是他知道 他可以光明正大的 进入神奉族内部了 之前他就在想怎么进神奉族 偷偷进去 有监狱的隐秘 倒是能 但是能进入神奉族的内部吗 难 非常的难 而且风险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万族会 也就是比武大会 只要能够拿到前三 就能够进入那圣须之地 而前三对他来说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当然 他不能以现在这副面孔去 因此 杨叶弄了一个面具戴上 没有遮住全部脸 只是上半步 对此 那虎蒙很是不解 杨叶笑了笑 我们杨族示弱 要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虎蒙点了点头 道 也是 对了 叶阳兄 既然我们都是一同 去参加万族会 不如结伴同行 我正有此意 杨叶笑道 他虽然有了妖族的地图 但是 那是死地图 而这虎蒙可是活地图 而且 他跟这虎蒙在一起 也可以引人耳目 不如 如果他一个人到处走的话 很可能又会有别的妖兽 出来找他麻烦 就这样 一人一兽结伴而行 万族大会在妖族最大的一个城市举办 也就是天穷城 离万族大会的开始 还有三天 而现在 整个妖族的天才都已经赶往天穷城 万族会 对这些妖族青年来说 是一个机会 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 同时 也是一个为自己族群争面子的机会 还有一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万族会的前三名 日后将代表妖族 去与别的族比试 虽然现在天天大陆是和平时期 但是 各族之间的明争暗斗 还是不少的 这比武就成了各族之间 相互比较的一个途径 而到时出去 比如与人族比武 那时 如果赢了人族的天才 那可是为整个妖族争光 很快 一人一兽来到了巨兽城的传送镇处 但是要排队 因为要去苍穹城的人太多太多了 这巨兽周围将近百万公里的妖兽 凡是年轻一代的 不仅年轻一代 一些老一辈也会去苍穹城观战 但是 有传送镇的 只有这巨兽城 因此 这几天 这巨兽城几乎已经快被击爆 杨叶跟着虎蒙老老实实地排队 而这一排 就足足排了一天 才轮到他与虎蒙 虽然这有点浪费时间 但是没办法 总不能去把拍在第一的打一顿 然后插队吧 他杨叶可不疯 别人不惹他 他是不会去没事找事的 而就在两人要上传送台时 突然 一名身穿紫袍的青年 突然出现在了虎蒙与杨叶的面前 紫袍青年看了杨叶与虎蒙一眼 然后直接越过两人 朝着那传送台走去 插队 杨叶愣了愣 然后就要说话 这时那虎蒙拉住了杨叶摇了摇头 我们惹不起 毛的惹不起 杨叶火气上来了 看着 我教他做人 说着 杨叶消失在了原地 第1523章剑修 一怒而拔剑杀人 做人 虎蒙愣住 做什么人 而这时 杨叶已经消失在原地了 杨叶此时自然是不爽的 他排队排了一天 然后有人一上来就插队 换做是谁都不爽啊 规矩 规矩 要他杨叶遵守 可以 但是 别人也得遵守 别人要是不遵守 然后让他遵守 那是想多了 而就在杨叶消失在原地的那一刻 那本来要上传送台的紫袍青年 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就是一拳轰出 轰 一道乍响声在场中响起 紧接着 那紫袍青年朝后退了一百多丈 但是杨叶也退了一百多丈 远处 杨叶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他有点低估眼前这紫袍青年的实力了 眼前这紫袍青年的境界是神者 因此 他刚才并未出全力 只用了不到五成的力量 值得一说的是 半神以上的境界划分 妖族与人族是一样的 都是神者 阴阳静 轮回静 因为妖兽在达到神者后 是可以改变自己体内的经脉 然后修炼玄器的 不过 很少很少有妖兽这么做 修炼了一辈子的肉身 突然去修炼玄器 不仅浪费时间 而且还没什么用 场中 那紫袍青年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诧异 能接我一拳 看来你也不是什么无名之辈 抱上名来 杨叶可不想废话 就要出手 而这时 那虎蒙突然拉住了杨叶 然后道 他叫兰赤 是暴族的天才 暴族在我们这片区域 是最强大的一个种族 而他 也是我们这片区域 最妖孽的天才 此人 我们惹不起 杨叶正欲说话 这时 排在他们身后的一名男子 站了出来 男子扫了一眼杨叶与虎蒙 然后看向那兰赤 当看向兰赤时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兰赤兄 您就别与这没眼力的人计较了 您有急事 您先走 杨叶 那兰赤微微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杨叶 道 记住 今天是你的幸运日 因为我今天心情好 说着 他转身朝传送台走去 而这时 杨叶突然道 那不好意思了 今天是你的倒霉日 因为我现在心情很不爽 兰赤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杨叶 还未说话 之前那名站出来的青年 突然走到杨叶的面前 道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是在浪费大家时间 赶紧滚 让兰赤兄先进去 就是浪费大家时间 兰赤公子 别管这种人 你进 他再敢叫 我来解决他 不知死活 场中 杨叶与虎蒙身后的众人 纷纷开始怒骂起来 但这对象不是那兰赤 而是杨叶 杨叶扫了场中 众妖兽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魅骨 不仅人类友 妖族也不例外啊 那虎蒙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冷声道 你们都眼瞎 刚才是谁插的对 你们就他妈这点骨气 杨叶看了一眼虎蒙 他没想到 这家伙这个时候 不是远离他 而是站出来 站在他这边 帮他说话 还不错 这时 杨叶面前的那名青年道 你知 你别给我叽叽歪歪了 杨叶直接打断了青年的话 然后在青年还未反应过来 便是扣住了他的喉咙 然后将其提起来 猛地朝地面一砸 轰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那青年的脑袋 便是与地面 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整个地面直接军裂开来 鲜血似箭 场中所有妖兽愣住 杨叶看了一眼那青年 冷声道 要拍马屁 也不选个好的时候 说完 他一脚踹在那青年的腹部 砰 后者直接飞到了数千丈之外 最后重重落在了地上 不知死活 见到杨叶直接秒杀那名青年 场中所有妖兽彻底实化 那青年的实力 可是半神静啊 然而 一名半神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好强的实力 这是此时场中所有妖兽心中的想法 你是谁 这时 那紫袍青年 突然沉声道 杨叶抬头看向那紫袍青年 没有废话 他身形移动 直接出现在了紫袍青年的面前 然后一拳轰出 这一次 他没有流力 拳冲 空间颤动 骇人无比 那紫袍青年见到这一拳 脸色当即一变 他知道 直接遇到对手了 不敢大意 右手紧握成拳 与此同时 拳上瞬间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金色鳞片 然后一拳朝着杨叶的拳头轰了过去 其实 在见到杨叶这一拳时 本能的感觉是要他躲闪的 但是 他丢不起这个脸 败了不要紧 但是如果连拳都不敢接 那他以后就没脸见人了 咔嚓 随着一道骨头断裂声响起 蓝赤的手臂直接抛飞了出去 而其本人也直接抛飞到了数千丈之外 最后砸落在地面 将地面砸出一个深坑 败了 一招就败了 场中 所有妖兽中满是不可思议 这蓝赤可是神者 而且 还是这片区域最妖孽的天才 那战力 是远超一般神者的 但是 一招 一招蓝赤就败了 那虎蒙此时也是完全愣住 他知道杨叶的实力 因为他亲身领教过 但是他没想到杨叶的实力竟然是如此的强 一拳击飞紫袍青年后 杨叶没再管对方 而是看向了身后的那群人 道 刚才是谁说要解决我的 说着 他目光落在了其中一名青年身上 道 别躲了 别躲了 就是你 我可是已经记住你了 声音落下 砰 那名青年直接飞了出去 在飞出一千多丈后 才重重落在地上 一拳击飞青年后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众妖兽脸色大变 连连后退 没有一个妖兽敢说话 杨叶收回目光 看向一旁还在震惊的虎蒙 道 我们走吧 听到杨叶的话 虎蒙回过神来 然后点了点头 而这时 杨叶突然出现在了那蓝赤的面前 那蓝赤脸色大变 这是要做绝 那虎蒙也是脸色一变 打一顿 没太大的事 那是年轻一代之间的较量 输了 怨不得别人 但是 这如果杀了 那就过头了 暴族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杨叶没有杀那蓝赤 而是右手一招 那蓝赤手上带的那戒 飞到了他手中 战利品 有意见吗 蓝赤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摇了摇头 杨叶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转身与虎蒙跃上了那传送台上 很快 两人消失在了传送阵之中 见到杨叶与虎蒙离去 那蓝赤顿时松了一口气 因为刚才杨叶在看向他时 他看到了杀意 他刚才要是点头 或者说什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的狠话 不用说 他肯定会死 如蓝赤所想 他要真敢这么说 杨叶一定会下死手 杨叶可不管什么暴族不暴族的 因为他当时正是最火的时候 别说暴族 神凤族来他都照杀不误 简修 一怒而拔简杀人 很多时候 杨叶将这点做到了极致 一天后 杨叶与虎蒙来到了天穷城 大 非常的大 这是杨叶对天穷城的第一感觉 这天穷城比他见过的任何一座城都要大 站在城中 一股渺小感油然而生 这天穷城的城墙足足有数百丈高 数百丈高那是什么概念 那相当于一座大山的高度了 至于宽度 反正以他的眼力都看不到头 叶兄 带你去一个地方 这时 虎蒙突然到 去哪 杨叶看向虎蒙 去了就知道 虎蒙嘿嘿一笑 然后带着杨叶跃下了传送台 很快 在虎蒙的带领下 他们来到了一处广场 此时 广场上聚集了非常多的妖兽 当然 此时这些妖兽都是人形 虽然这天穷城很大 但是 如果所有妖兽都恢复本体的话 那肯定也是装不下的 要知道 有的妖兽的本体 那是以公里来计算的 杨叶朝远处看去 在不远处 有一根长江近百丈的七彩石柱 石柱是由七种不同颜色的矿石所柱 最顶端的是深紫色 而此时 不时有妖兽来到那石柱前 对着石柱发出攻击 而每当有妖兽攻击石柱时 石柱上就会有部分颜色会亮起来 测试柱 杨叶身旁 虎蒙解释道 可以测试自己的力量 看到最顶端的那深紫色眉 那只有轮回镜强者的力量 才能够让它亮起来来 杨叶看了一眼 在深紫色下面是金色 金色下面是红色 红色下面是蓝色 而场中大部分的人 都只能让让那红色的部分亮起来 试试 虎蒙笑道 杨叶想了想 然后点了点头 他也想试试自己的力量到了什么程度 很快 杨叶来到了那石柱前 当场中 妖兽看到杨叶的个体时 皆是一愣 随即 许多妖兽看向杨叶的目光有些不善了 显然 有的妖兽在怀疑它是人类了 好在有虎蒙在 那些妖兽只是怀疑 并没有上来找事 不过也有例外 这时 一名魁梧的青年来到了杨叶的面前 我看你这体型怎么有点像人类 人类 杨叶看向那青年 你才是人类 你全家都是人类 那青年脸色一变 随即冷笑道 不是人类 那好 你敢接我一拳吗 杨叶 第1524章 我给他提鞋都不配 青年男子之所以这么说 那是因为人类的肉身远远不如妖族 虽然人类之中 有许多人类是体修 肉身也很不错 但是 那种出类拔萃的却是很少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忍受得了那种非人的痛苦 所以 杨叶是不是人类 一拳下去就知道了 其实 也不怪别人怀疑 因为杨叶在场中 实在是有种鹤里鸡群的感觉 他太小了 比起场中的那些妖兽 他真的不像是一个妖兽 听到那青年男子的话 那虎蒙看了对方一眼 然后神色有些古怪起来了 杨叶也是一正 他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提出这个要求 想了想 他道 还是别了吧 怎么 青年男子嘴角泛起一抹讥讽 怕了 懦夫 这时 旁边许多妖兽看向杨叶时 眼中已经戴上了鄙夷 在妖族 不敢应战 那是极其丢人的 如果两人的境界相差太大 那还没什么 反而是那发起挑战的人丢人 但是这青年男子不过是一名半神 从境界上来论 青年男子并不高 所以见到杨叶拒绝 众人顿时心生鄙夷 杨叶摇了摇头 我是为你好 真的 我看你就是人类 青年男子直视杨叶 我无法闻到你的气息 你肯定是人类前进来的 打探我妖族秘密的 或者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准备好了吗 杨叶突然打断了青年男子的话 青年男子微微一正 正欲说话 这时杨叶朝前踏出一步 然后一拳轰出 感受到杨叶拳头中的力量 青年男子大惊 连忙一拳朝着杨叶的拳头 迎了上去 轰 随着一道闷响声响起 在所有妖兽的目光之中 那青年男子直接抛飞了出去 空中 青年男子连喷漱口精血 在飞出将近千丈后 青年男子最后才重重砸落在地上 喷 整个地面顿时剧烈一颤 场中 所有妖兽实话 一招败 杨叶走到了那青年的身旁 那青年大惊 正欲说话 而这时 杨叶右手一招 青年手上的纳戒顿时飞到了他手中 扫了一眼纳戒 杨叶眉头皱了起来 因为这纳戒之中只有灵草 没有仙晶石 全部是灵草 与之前在巨兽城 他从那蓝翅手中夺得的纳戒一样 那蓝翅纳戒里装的也都是灵草 与灵果之类的东西 虽然不是仙晶石 但是这些灵草灵果也不错 从外表来看 级别都不低 应该能够卖出一个好价钱 这是我的 这时 那躺在地上的青年突然道 恩 杨叶低头看向青年道 你再说一遍 你 青年正正地看着杨叶 见到杨叶面无表情 青年心中莫名地生起了一股寒意 当下连忙道 这 这是你的 杨叶耸耸肩 然后转身走到了那测试柱前 所有人都看向了杨叶 想知道杨叶的力量到了何种程度 杨叶右手紧握成拳 然后一拳轰在了那测试柱上 轰 测试柱剧烈一颤 沉寂一瞬 那测试柱顶端那金色的部分 突然爆发出一道璀璨的金光 金光 场中有妖兽惊呼 其余的妖兽眼中纷纷露出了震惊之色 而之前被杨叶轰飞的那名青年 则是嘴角泛起了一抹苦涩 杨叶看向身旁的虎蒙 问 什么意思 虎蒙从那测试柱上收回目光 然后道 这代表你的肉身力量已经达到了阴阳静强者的程度 说到这 他顿了顿 然后又道 没想到杨祖出了你这么个变态 杨叶看向那紫色的部分 那里要轮回镜才能够让它亮起来 虎蒙点了点头 理论上来说是 但是也有没到轮回镜强者就让它亮起来过 不过 那些人都是我妖族的天之骄子 轮回镜 杨叶看着那紫色的部分 沉思 他刚才的那一拳 已经用权力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肉身力量 其实就是阴阳静阶别的 而听虎蒙的话 这妖族有的妖族天才已经拥有了轮回镜强者的肉身力量 也就是说 万族会前三 有点悬了 毕竟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能用剑的 不过还好 他还有五行不灭体与五行破甲拳 特别是五行破甲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五行破甲拳就是妖兽的克星啊 破甲 他一拳打在妖兽的身上 能够打出最真实的伤害 杨叶收回思绪 看向虎蒙 道 我们走吧 虎蒙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杨叶转身离去 在虎蒙的带领下 一人一妖来到了一处地下修炼室 这修炼室是一个妖兽势力建造的 修炼室很大 很多 足足有数万之多 每一个单独的修炼室都很大 长宽近千丈 而且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还可以找建造修炼室的势力要陪练 不过价格很高 不是仙晶石 而是灵草或者灵果 在妖族 通用货币就是灵草与灵果 灵草与灵果的分为个级别 分别是灵阶 天阶 仙阶 神阶 杨叶从那兰赤 还有刚才那青年手中得到的灵草 属于仙阶 足足有上万颗 其实 算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但是 还是不经花 因为选一间修炼室 就需要一千颗仙阶灵草 当然 这是特殊的时候 平时的时候 差不多才几百颗 之所以这么贵 自然是因为现在有许多妖兽赶来这天穷城的缘故 一间修炼室中 杨叶盘坐在地 就在这时 那虎蒙走了进来 杨叶看向虎蒙 一起练练 虎蒙嘿嘿笑道 杨叶想了想 然后道 也好 这虎蒙还不错 可以指点一下对方 虎蒙笑道 我可出手了 声音落下 其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杨叶的面前 然后一拳对着杨叶轰了过去 因为知道杨叶的实力 因此 他并没有留守 在虎蒙的拳头来到杨叶面前 只要数十公分时 杨叶突然病指 然后朝面前轻轻一点 这一点 直接点在了那虎蒙拳头的止骨上 哼 虎蒙的拳头直接松了开来 然后整个人朝后连连暴退 这一退足足退了百仗 虎蒙愣了愣 然后道 这 这是为什么 之所以疑惑 是因为杨叶刚才并没有出太大的力量 杨叶笑道 破绽 只要找到对手的破绽 我们就可以以最小的代价 让对方受到最大的伤害 他是剑心通明 这剑修通明的功效就是找破绽 而只要找到破绽 用不用剑都是一样的 而且 他刚才病指 其实就是以指带剑 只不过没有加持玄契与建议 破绽 虎蒙皱眉 不是痕解 杨叶点了点头 道 一招一试 都是有破绽的 就像刚才 你露出了你的破绽 如果刚才我拿的是一柄力气 不仅可以破掉你这一招 还可以顺势 要了你的命 我明白了 虎蒙沉声道 你说的这个 我们妖兽在与人族交手时 就经常吃人族的这个亏 他们许多人的肉身与力量 虽然不及我们 但是在灵活方面 还有你所说的这个找破绽 方面 我们却是远远不如他们人类 人类 杨叶摇头笑了笑 心道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人类啊 这时 虎蒙又道 人类这招 我学不来 说到这 他看了一眼杨叶 你怎么会找破绽的呢 杨叶脸色不变 道 学 以前吃过一个人类的亏 所以 为了以后不再吃亏 我再努力学他们的优点 能够让你吃亏的人 应该是很强 对方叫什么 是人类的那几个超级天才 虎蒙问 杨叶正色道 不是 对方叫杨叶 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的人 一个 杨叶 虎蒙突然双眼圆睁 惊恶道 你遇到了杨叶 杨叶愣了愣 你认识杨叶 虎蒙苦笑了笑 我们妖族 谁不认识他 杨叶喉咙滚了滚 你们怎么会认识他 他此时是真的好奇了 他在下位面的名气还算大 如果对方是在下位面的话 认识他 一点都不奇怪 就算是在大世界人族的世界 都不奇怪 因为大世界人族那边 谁不知道他从下位面闯上来了 但是 这是妖族 而这虎蒙显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妖兽 但是对方确实认识他 虎蒙点了点头 这杨叶可是一个厉害的人啊 杨叶点了点头 无比认真道 厉害 非常的厉害 我给他提鞋都不配 虎蒙 第1525章打你们 需要恢复本体吗 虎蒙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道 他真的那么厉害 杨叶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非常的厉害 虎蒙微微点头 以你的实力都觉得他如此的强 看来 这杨叶是真的很强啊 杨叶笑了笑 然后正色道 你怎么知道他的 神凤族公主 虎蒙沉声道 他说谁能杀了杨叶 就可以前往神凤族的修炼圣地 也就是那圣须之地修炼 不仅如此 还可以在他收集的神火中 任选一样 莫小冷 杨叶神色渐渐冷了下来 这女人跟他到底是有多大的仇 这时 虎蒙又道 虽然他提出的条件非常非常的诱人 但是 很少妖兽去接这个任务 为何 杨叶不解 虎蒙道 你是不知道这神凤族公主的实力 以她的实力都奈何不得这个杨叶 可以想象这个杨叶的实力是何等的强大 这神凤族公主在妖族很出名吗 杨叶问 虎蒙苦笑了笑 何止是出名 你是不知道她的厉害 她简直就是妖族的一把 她的思维逻辑简直就无敌了 反正在我们妖族 谁见到她谁倒霉 不知道这次的万族会她会不会参加 不过以她高傲的性格 她应该不会 她最好别要 杨叶诞生道 虎蒙点了点头 她要是参加 那这节万族会肯定不得安宁 对了 两天后万族会就开始了 这两天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也要好好休息一下 说完 其转身离开了杨叶的修炼室 虎蒙离开后 杨叶盘坐在原地 然后开始吸收玄气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杨叶都是在修炼 不过 她不是在修炼室 而是在鸿蒙塔内 这一次 杨叶修炼的是 五行破甲拳与五行不灭体 虽然这五行破甲拳 与五行不灭体 她已经学会 但是 不管是五行破甲拳 还是五行不灭体 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万族会 对于这个万族会 她自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轻视 要知道 她现在可是不能使用剑的 虽然妖族在达到神者后 是可以修炼玄气的 但是 她不是妖族的 一旦用剑 肯定暴露自己人组的身份 而在不能使用剑的情况下 她与妖族那些真正的妖孽天才相比 没有任何优势 不过还好 她的目标只是前三 而不是第一 前三的话 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不过也不能大意 要知道 这妖族这么多妖兽 谁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妖孽人物 红蒙塔内 二十天后 盘坐在第三层的杨叶睁开了眼睛 她右手缓缓紧握成拳 顿时 一股力量聚集在她拳中 随着力量越来越多 她拳头周围的空间竟然开始剧烈击颤起来 很快 杨叶拳头松开 当拳头松开那一刻 那股力量顿时散去 杨叶嘴角泛起一抹笑容 这二十天来 不管是五行破甲拳 还是五行不灭体 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特别是这五行破甲拳 她又多了新的感悟 总的来说 这二十天收获不小 与小雨媳温存了一会后 杨叶来到了鸿蒙塔的第二层 杨叶来到了炼丹炉前 此时在那炼丹炉内 那小女孩正懒洋洋的躺在炼丹炉内 虽然她是躺在六丁神火的面前 但是却一点事都没有 不仅如此 六丁神火不时还用自己的火焰包裹小女孩 当被六丁神火包裹时 小女孩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个陶醉的神情 看着小女孩 杨叶笑了笑 她没想到这小女孩竟然能够得到六丁神火的青睐 这对小女孩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因为她发现 这小女孩渐渐在蜕变着 不用说 这肯定是六丁神火的功劳 杨叶没有打扰小女孩 转身离开了鸿蒙塔 现实中 虽然在鸿蒙塔内过去了二十来天 但是在现实中才两天而已 杨叶出了修炼室 此时虎蒙已经在门外等着 我们走吧 杨叶道 虎蒙点了点头 然后与杨叶离开了地底 来到了地面 万族会有三关 第一关名 大浪淘沙 路上 虎蒙介绍道 因为参加的人太多太多 所以 第一关会来一个大浪淘沙 也就是所有妖兽聚在一起进行大战 最后还站着的一千妖兽 就可以进入第二轮 所有妖兽聚在一起大战 杨叶眉头皱了起来 那不是很乱 要知道 来参加的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吧 虎蒙笑道 当然不会全部聚在一起 而是分座十组 每一组最后还站着的一百人 就有资格进入下一轮 杨叶微微点头 这还好 不过 这方式有点太野蛮 太暴力了 那么多妖兽聚在一起 最后站下来的才有资格进入下一轮 这肯定很残酷 不过他也理解 毕竟这里是妖族 妖族喜欢的就是野蛮 喜欢的就是暴力 你们羊族这次救你来吗 这时 虎蒙突然到 羊叶点了点头 救我 虎蒙微微点头 羊族比较低调 反正从我记事起 就没有见过羊族 来参加过万族会 如果你这次能够取得一个 不错的成绩 肯定能够为你们整个羊族争光 羊叶笑了笑 道 希望吧 很快 在虎蒙的带领下 一人一妖来到了一个广场 此时 广场已经人山人海 在广场的中央 有十个传送阵 虚空战场 这时 虎蒙解释道 在传送阵的另一边 是我们妖族联盟会开辟出来的虚空战场 虽然羊叶对妖族的很多事情都不是很懂 但是 他却没有怀疑过羊叶 因为在他看来 羊叶是羊族的 而羊族在妖族中处于垫底的种族 加上羊叶是第一次来 所以 他理所当然的觉得 羊叶不懂这些是正常的 羊族联盟会 羊叶看向虎蒙道 那是什么 虎蒙道 我们妖族有许多种族 但是大家都各自围着 为了怕被别的族欺压 所以 我们妖族成立了一个妖族联盟会 若是遇到外地侵入 联盟会的命令 任何一个族群都要听 哪怕是像神凤族与天龙族这种强大的族群都要听令 团结 必须团结才能够在这片大陆生存 羊叶点了点头 这天天大陆 万族林立 任何一个不团结的种族 最后的结果不是没落 就是灭亡 我们先去登记一下 虎蒙道 还要登记 羊叶错愕道 当然 虎蒙道 不然 谁知道你是谁 也是 羊叶点了点头 很快 两人来到了那传宗阵前的一名老者面前 老者手持一卷将近杖许宽的卷轴 此时 他正在记录着什么 名字 何族 老者头也不抬 杨叶想了想 然后道 杨族 小杨 之所以不用叶杨 是因为他在名誉大陆时 用过这个名字 不止名誉大陆 在很多地方他都用过这个名字 神凤族跟他有仇 肯定调查过他 万一对方要是知道他这个假名 那他现在又用这个名 到时可能就会尴尬了 当听到杨叶的话时 那老者突然抬头看向了杨叶 当看到杨叶体型时 老者明显一愣 然后道 杨族 不像吗 杨叶诞生道 老者看了一眼杨叶 道 很像 只是你真的确定 虽然大笔中不能下死手 但是 在历届大笔中 有人陨落 也是非常常见的 我不怕死 杨叶道 老者点了点头 然后道 先说好 一旦报名参加 那么 在大笔中 若是有个好歹 自己负责 杨叶道 也就是说 在里面要是被打死了 被打死的族群不能报复 对吗 当然 老者道 参加万族会 生死自负 若是在其中你打死了谁 不用怕 对方的族群不会报复你 若是对方要报复你 我们联盟会会出手相助 当然 你如果被人打死了 羊族也不能为你报仇 所以 你还要决定参加吗 羊叶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妖族这点做的是很好的 生死自负 这样一来 妖族内部内战的几率 就会被降到最低 人族就不一样了 人族的一些大笔 你杀了人 那结果可能就是这个人的家族疯狂报复你 如此一来 两个家族就可能发生大战 消耗 人族最喜欢内部消耗 见到羊叶点头 老者不再说什么 然后将羊叶记录了下来 道 可以进去了 羊叶点了点头 然后等虎盟也登记后 一起进入了其中一个六号传送阵中 很快 羊叶与虎盟出现在了一片空旷的平原上 平原一望无际 无比的宽阔 虚空战场 这里的空间都是虚构的 此时 场中四周已经有非常多的妖兽 而让羊叶有些诧异的是 此时 这些妖兽已经恢复了本体 包括虎盟 此时也恢复了本体 转瞬 羊叶想明白了 因为恢复本体的妖兽 才能发挥他们真正的实力 而现在 它有些尴尬了 因为场中 它是唯一一个没有恢复本体的 于是 羊叶周围的许多妖兽 都纷纷看向了羊叶 神色极为的不善 显然 又在怀疑了 也难怪这些妖兽怀疑 因为这太反常了 不仅别的妖兽 就是那虎盟也看向了羊叶 眼中带着一丝疑惑 羊叶沉默一瞬 突然 它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猛地吼道 看什么看 打你们 需要恢复本体吗 第1526章 孬种 狂的 嚣张 场中所有妖兽都愣住 显然 他们没想到羊叶这么的狂 这么的嚣张 那虎盟也是愣住 不是说要低调的吗 羊叶当然想低调 但是 这个时候不能低调 这个时候低调 肯定要出事 因为这些妖兽 都在怀疑它了 其实 别说这些妖兽 就是它自己都觉得 自己有多不正常了 因为这里的妖兽 基本全部都恢复了本体 就它还是人形 而且还是这么的小 谁不怀疑 为了消除这些妖兽的怀疑 它只能高调一点了 它要告诉这些妖兽 我不是不恢复本体 而是你们不值得我恢复本体 这么做 虽然可以让这些妖兽 暂时消除对它的怀疑 但是 却是很得罪人 这不 在听到羊叶的话后 场中除了虎盟外 其余的妖兽 都朝着羊叶这边看了过来 目光很不善 我知道你 你是羊族的 这时 一头全身漆黑的黑狼 突然走到了羊叶的面前 他俯视着羊叶 我不明白 羊族什么时候这么嚣张了 见到这头黑狼 场中许多妖兽的神色变得玩味起来了 狼族可以说是羊族的克星 其实 很多族都是羊族的克星 因为体型的缘故 羊族的实力一直都很弱 在妖族中 完全是属于最底层的那种存在 如果不是因为妖族规定 不能图露别族 羊族早就已经消失了 羊叶正宇说话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还未开始 谁若出手 将失去比赛资格 听到这道声音 场中许多妖兽眼中闪过一抹失望 这时 那头黑狼又道 记着 待会我会生吃了你 说完 其转身走到了一旁 但是其气息却是一直锁着羊叶 这时 虎蒙突然道 不是说要低调的吗 羊叶笑了笑没有说话 他当然也想低调 但是 这个时候不能低调 就像现在 周围那些妖兽看向他时 已经没有了怀疑 当然也不友善 他刚才那句话 无疑得罪了在场的许多妖兽 虽然他可以龙变 但是 如果他说自己是天龙族的 不用说 马上会成为焦点 而且 天龙族肯定来找他 那时 就真的大调了 虎蒙犹豫了下 然后道 我不知道你用意 但是 你刚才那么做 实在是有些不明智 因为你那么做 会让场中那些妖兽 针对你 在这个地方 被针对 那后果 杨叶笑道 不是 虎蒙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虽然他与杨叶 认识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对于杨叶 还是有点了解的 自信 杨叶非常的自信 而且 杨叶也不是一个蠢人 刚才那么做 肯定有用意 不过 他还是有点担心 被围攻的滋味 肯定不好受啊 杨叶看向虎蒙 问 我们妖族 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天才吗 当然 虎蒙点了点头 最最出名的 自然是那神凤族的公主 不过 他不是实力最强的 实力最强的 有三个 哪三个 杨叶又问 天龙族的龙太子 古英龙 魔元族的元孽 还有幻虎族的幻明轩 此三人 是我们妖族年轻一代 最强的三人 当然 还有那神凤族的公主 莫小冷 不过 除了这四人外 肯定还有许多超级妖孽的 毕竟许多妖孽天才 是比较低调的 虎蒙道 杨叶点了点头 确实 许多天才妖孽都比较低调 有时 那种不险山不露水的 才是最可怕的 这时 虎蒙又道 不过这次 古英龙他们都不会参加 为什么 杨叶不解 虎蒙苦笑了笑 因为他们已经直接晋级了 也就是说 这一次大笔的前三名 将会与他们一起代表妖族去比试 其实 这一次的前三 就是去跟着 渐渐是面 渐渐外面的妖孽与天才 真正比试的 是他们四人 杨叶愣了愣 然后道 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 正是因为公平才这么做的 虎蒙道 因为如果他们来参加的话 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已经跟我们不是在一个级别上 原来如此 杨叶点了点头 确实 虎蒙说的这几个人 应该都是属于那种超级妖孽 就比如他 如果他能够用剑 那对虎蒙这些妖兽来说 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不过 他现在不能用剑 所以 现在不是对虎蒙他们不公平 而是对他不公平 就在这时 在百丈外的那片空地突然颤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一根根巨大石柱自地底冒了出来 很快 足足长达百丈的石柱 屹立在了那片空地上 这是 杨叶不解 虎蒙道 一百根石柱 每一根石柱上只能站一个人 到结束后 还站在上面的就能够进入下一轮 所以 待会可是有一场激战 杨叶扫了一眼厂中 此时 厂中的妖兽至少有好几万 不仅如此 还有许多妖兽陆陆续续进入厂中 好几万争一百个石柱 那是何等的激烈 但是 最终能够站在石柱上的 肯定都是没有水分的 这个大浪逃杀的办法 确实可以逃掉那些杀 一个时辰后 再也没有妖兽进入虚空战场 此时 场中的气氛已经紧张起来 过了差不多一刻钟后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开始 声音落下 无数妖兽顿时骑骑嚎叫了起来 数万妖兽骑骑嚎叫 场面颇有些壮观 但是 却没有妖兽冲向那些石柱 这个时候 谁先冲 肯定是要被无数妖兽针对的 枪打出头鸟 不过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 一头妖兽身形移动 直接出现在了其中的一根石柱上 但是下一刻 无数妖兽直接朝其撞了过去 转瞬间 那名妖兽便是被奄奄一息了 而此时 场中的妖兽已经开始做不做了 纷纷朝着那些石柱冲去 接下来的一幕 看得杨叶是有些目瞪口呆 无数妖兽朝着那些石柱冲去 但是 没有一个妖兽在上面站超过两膝的 基本都是刚上去 马上就被后面的给轰下来 一个轰不下来 就会有两个联手 两个不行 就会有一群联手 乱 激烈 场中现在的局面是非常的乱 非常的激烈 这时 杨叶看向身旁的虎蒙 我们要动手吗 虎蒙摇了摇头 这只是前戏 我们再等等 反正要一个时辰后才结束 不急 杨叶点了点头 场中 过了一会 轰 突然 一道恐怖的气息 突然在远处席卷开来 随着这道气息席卷开来 周围许多妖兽 直接被震得连连后退 真正厉害的出手了 杨叶身旁 虎蒙沉声道 杨叶抬头看去 不远处 一头形状如湿 全身散发着金光的妖兽纵身一跃 直接落在了中间最高的那根石柱上 此时杨叶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在所有石柱中 在最中间 有三根石柱是特别的高 而这三根石柱中 中间的那根是最高 其次是左边 再来是右边 三甲 虎蒙道 如果是站在上面坚持到最后的话 出去之后 你的名字会立刻传遍整个天穷城 不过 要站在上面 很不容易 因为这里面那些真正有实力的 都会选择这三根石柱 说着 他看向杨叶道 你要不要试试 杨叶连忙摇头 我只要一根石柱就可以了 对他来说 只要能晋级就可以了 虎蒙道 其实 以你的实力 还是有机会的 杨叶笑了笑 不再说什么 转头看向远处 远处 还是异常的激烈 按他猜测 这种局面 应该会一直持续到结束 过了一会 虎蒙道 我先出手了 声音落下 他身形一动 朝着远处电射而去 杨叶笑了笑 这家伙是忍不住了 再看了一会之后 杨叶也决定动手了 因为时间并不多了 而这时 之前那头黑狼 突然出现在了杨叶的面前 杨叶微微一正 你做什么 你猜 黑狼伸出舌头 舔了舔自己的嘴角 眼中凶光四溢 我猜你作死 杨叶声音落下 直接一拳轰出 拳冲 那黑狼还未反应过来 便是直接抛飞了出去 这一飞 足足飞了千多丈 一拳击飞黑狼后 杨叶扫了一眼远处 突然 他眼睛一亮 因为其中一根石柱上 一头妖兽刚被轰下去 因此 这根石柱空了下来 杨叶眼疾手快 直接出现在了那石柱上 见到杨叶出现在那石柱上 下方的一些妖兽顿时愣了一下 显然是没有想到杨叶的速度这么的快 很快 中妖兽回过神来 接着 下方的妖兽直接朝着杨叶冲了过去 不仅如此 原本在宫周围那些石柱的妖兽 在见到杨叶时 也是纷纷朝着杨叶这边冲了过来 为什么 因为看起来 杨叶这边简单一些 因为杨叶体型太小太小了 这种体型 一看就是特别好欺负的 杨叶本来是有心理准备的 但是他没想到周围那些妖兽 也朝着他围了过来 那些妖兽加在一起 起码有数千 看着那些妖兽冲来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从石柱上跳了下来 道 我不要了 你们拿去吧 孬种 这时 在杨叶身旁不远处的一根石柱上 一头巨大墨色巨牛 突然看向杨叶 在其眼中满是讥讽与不屑 文言 原本准备掀一下的杨叶 突然停下了脚步 然后看向了那黑色巨牛 第1527章 谁来 我打死谁 见到杨叶看来 那黑色巨牛瞪了一眼杨叶 孬种 想死吗 杨叶沉默 他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忌 那就是这是妖族 是不能低调的 在这里 你越低调 越容易有事情 这里 实力为尊 必须得高调 念至此 杨叶扭了扭脖子 下一刻 杨叶直接出现在了那黑色巨牛的面前 然后一拳轰出 见到杨叶竟然敢出手 那黑色巨牛眼中闪过一抹力气 然后纵身一跃 直接朝着杨叶撞了过去 轰 杨叶拳头与那黑色巨牛刚一接触 那黑色巨牛便是直接倒飞了出去 离杨叶与黑色巨牛较近的那些妖兽直接愣住了 显然 他们没有想到杨叶如此的强 要知道那黑色巨牛刚才可是一直霸占那根石柱的 对方能够霸占那根石柱 可见其实力是有多强悍 但是 这黑色巨牛却是直接被一拳轰飞了 然而 杨叶却并未停手 他身形一动 直接出现在了那黑色巨牛的身后 然后双手抓住那黑色巨牛的尾巴 接着猛地将其原地甩了起来 在周围妖兽的目光之中 杨叶抓着黑牛的尾巴猛地朝地面就是一杂 轰 一道惊天巨响声在场中轰然响彻而起 随着这道响声响起 场中的地面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坑 但是下一刻 杨叶却是又冲天而起 而在他手中 还抓着那巨牛的尾巴 当他飞离地面大约摆帐后 他松开了黑牛的尾巴 然后右脚猛地一脚踩在了黑牛的背上 哼 黑牛瞬间被砸入地底 整个地底剧烈一颤 仿佛发生了大地震一般 杨叶没有再去打那只 已经奄奄一息的巨牛 而是身形一动 落在了那根石柱上 接着 他扫了一眼周围那些妖兽 这根石柱 我的 谁来 我打死谁 众妖兽看了一眼杨叶 然后纷纷移开了目光 接着离开了杨叶那根石柱的周围 这块骨头太硬 不能啃 震慑住那些妖兽后 杨叶盘坐在石柱上 然后双眼微闭 不再管周围 因为刚才的出手 此时周围那些妖兽都非常聪明地 没有来找杨叶的麻烦 石柱那么多 不是每一根石柱上都有杨叶这么强的实力的 因此 那些妖兽纷纷将目光移到了别的石柱上 石柱上 杨叶双眼微闭 回想着刚才的战斗 他刚才为了震慑周围那些妖兽 因此 并没有留守 所以才能够瞬间击败那只黑牛 但是 他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全力的那一击 并没有破掉那黑牛的防御 没有破防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妖族的这些妖兽的防御远超他的想象 在不能用剑的情况下 前三 有点悬 但是此时他也没办法了 这是他进入神凤族内部唯一的办法 离结束还有差不多一刻钟 此时 场中许多妖兽已经纷纷倒下 但是战斗并没有结束 还有妖兽不断在朝着那些石柱发起进攻 可以说 现在比之前还要激烈 杨叶扫了一眼 很快 他发现了虎蒙 此时 虎蒙已经占据了一根石柱 不过在他身上 有许许多多的伤害 都是爪伤 不仅如此 在虎蒙周围 还有几头妖兽正在朝着他进攻 虎蒙的处境不是很好 但是杨叶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如果出手 帮虎蒙保住这根石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并没有出手 这是竞争 公平竞争 最重要的是 他觉得遇到困难 其实是一件好事 就像此刻 如果虎蒙能够坚持住 那对他来说 好处肯定是有许多的 而且 此时虎蒙也还没到绝境的时候 场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已经快进入尾声 此时 地面上已经满是躺着的妖兽 那种吓死手的事情 并没有 因此 这些妖兽都只是受了伤 或者历劫 但是 只要他们躺下 那些还站着的妖兽 就不会对他们出手 都是妖族 没有深仇大恨 谁也不会下死手的 杨叶朝那中央的位置看去 在那中央位置最高的三根石柱上 有三头妖兽 这三头妖兽的气息 比周围那些妖兽的气息 要强许多许多 杨叶留意了下这三头妖兽 然后便是收回了目光 过了一会 一道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结束 听到这道声音 场中顿时响起了一道道呼气声 这些呼气声 自然是那些石柱上的妖兽发出的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晋级下一轮了 而那些没有登上石柱的妖兽眼中 则露出了无奈 尽力 许多妖兽真的都已经尽力了 他们是站到自己没有力气 站到最后一刻才放弃的 杨叶看向那虎蒙 此时虎蒙也还在石柱上 似是察觉到他的目光 虎蒙也看向他 然后对他咧嘴一笑 只不过这笑容有点惨 刚才他可是真的不好过 很快 场中的空间开始虚幻起来 过了一会 杨叶感觉眼前一阵恍惚 接着 他们回到了天穷城中 当回到天穷城中后 那些妖兽都恢复做了人形 一千人 晋级的一千人 全部聚集在了一起 很快 一名老者出现在了杨叶等人的面前 老者扫了杨叶等人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记住 残酷 现在才刚刚开始 三天后 第二轮 回去准备吧 声音落下 老者身形一颤 消失在了原地 当老者离开后 场中那些人也是纷纷消失在了原地 休息 现在对大家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休息 因为刚才在那虚空战场中 几乎每个妖兽都已经是筋疲力尽 而三天后就是第二轮 如果现在不将自己的状态恢复 那三天后肯定是无法撑下去的 杨叶与虎蒙也回到了自己的修炼室 虎蒙一回到修炼室便是直接将自己关了起来 他受的伤不轻 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杨叶回到修炼室后 正要修炼 这时 他修炼室的门突然闪烁着蓝光 这时有人要进来 杨叶皱眉 是谁 他右手一挥 修炼室门上的禁止被他解除掉 接着 两名魁梧男子出现在了修炼室内 杨叶打量了对方一眼 道 是你们 这两名魁梧男子 他自然认识 正是之前在那虚空战场中 前三甲的第一甲与第二甲 其中一名身穿黄袍的魁梧男子 走到杨叶的面前道 我叫蛮狮 来自狮族 旁边这位 名狂静 来自神像族 这次来 是想找你合作 合作 杨叶不解 蛮狮点了点头 三天后的笔诗 是一千进三十 也就是说 到时会淘汰掉九千九百七十人 很激烈 非常的激烈 到时 每一组都有人会组对一起 因为只有联手 才有可能进入下一轮 联手 杨叶皱眉 上面不管 满师摇了摇头 这正是上面的目的 团结 第一轮是要告诉我们个人实力的重要性 而这第二轮 则是要让我们明白团结的重要性 如果我没猜错 三天后 别组的前三甲都会联手 而除了前三甲之外 每一组其余的那些人会联手 杨叶沉默一瞬 然后道 为什么找我 满师与那狂静相视了一眼 最后 那满师道 在虚空战场中 我见到你出手了 原来如此 杨叶点了点头 然后道 我要带上一个人 那虎族的虎蒙 满师问 杨叶点了点头 满师摇了摇头 他实力不够 注定要被淘汰 杨叶正语说话 这时 满师又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 这对他来说 并非是一件坏事 为什么 杨叶不解 满师沉声道 理论上来说 每一组有三个人 可以进入下一轮 但是 以前有发生过 许多组一个人都没有进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那组被别的组团灭了 知道吗 到了最后争夺名额时 很残酷 非常的残酷 实力不够 还要强行争 是会死的 真的会死 这不比之前 梅族有100名额 现在 只有30个名额 沉默片刻 杨叶摇了摇头 道 我还是决定带上他 他对虎蒙了解一些 知道虎蒙想进入第三轮 虎蒙没有想过的前三 他的目标就只是进入第三轮 只要他进入第三轮 他就算是为自己的族群争光了 既然虎蒙的目标只是第三层 他不介意帮一把 反正第二轮讲究的是合作 蛮师与狂静相视了一眼 这时 杨叶道 你们谁接我一拳 蛮师与狂静看了一眼杨叶 最后蛮师道 我来 杨叶点了点头 然后一拳轰出 蛮师也一拳赢了上去 砰 随着一道乍响声响起 蛮师直接被震到了二十多帐外 但是杨叶却是纹丝不动 蛮师与狂静相视了一眼 眼中皆是带着一抹震惊 杨叶道 有我在 我朋友不会是拖累 沉默许久 蛮师点了点头 道 好 三天后见 说完 两人离开了房间 蛮师与狂静离开后 杨叶进入了鸿蒙塔中 修炼 杨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修炼的机会 而且 在刚才发现那些妖兽的防御 比他想象还要强之后 他越发觉得 自己必须要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了 特别是五行破甲拳 之前在那虚空战场中 他与那巨牛大战时 他并没有施展破甲拳 破甲拳是他现在的底牌 他自然不会轻易施展 可以说 在不能用剑的情况下 破甲拳是他现在最大的底牌 所以 这五行破甲拳必须要提升 就这样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二十天后 原本坐在鸿蒙塔第二层中修炼的杨叶 突然睁开了眼睛 他目光看向了门口 突然 不知道看到什么 他直接跳了起来 师生道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第1528章 你们看 他刚才在吹牛 杨叶看到了什么 在门口 站着一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不是小七 如果是小七 他就不会这么震惊了 这小女孩是小天 小天竟然来到了第二层 杨叶之所以震惊是因为第二层与第一层是完全隔绝的 只有他才能够进来 也只有他才能够带人进来 但是他没想到 小天竟然来到了这里 门口 小天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然后赞叹道 泽泽 这里的时间居然跟外面不一样 竟然将时间之力都改变 真的是好厉害呢 杨叶走到了小天面前 道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小天眨了眨眼 不解 杨叶一顺不顺看着小天 你为什么能够来这里 小天嘻嘻一笑 我知道你进来了 但是又没发现你 所以我就找你 找呀 找就找到这里了 杨叶道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小天摇了摇小脑袋 不知道 反正就是到处找 找着找着就找到这里了 杨叶 这时小天突然道 你知道这里是谁弄出来的吗 杨叶看了一眼小天 然后点了点头 怎么 很厉害 小天非常认真的点了点头 这种能力非常的厉害 应该说 这种能力已经超出了这个世界的范围 超出这个世界的范围 杨叶不解 笨蛋 小天白了一眼杨叶 他双手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我们这片宇宙 是由时间 空间 以及万物组成 你在这片宇宙 也就是说 你身处在我们这片世界的时间与空间的规则中 你是受到这里的时间与空间限制的 比如 你会生老病死 说到这 他顿了顿 然后又到 你在我们这片宇宙的时间与空间里 但是 你这个小房间的时间跟我们外面世界的时间不一样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你这片房间内的时间之力超过了我们外面的时间之力 杨叶皱眉 你说的有点复杂 小天翻了翻白眼 这间房间本来是很普通的房间 但是 有人把这房间改造了 而要做到这里一天 外面十天 对方就必须要有那种逆改时间的能力 知道逆改时间有多困难吗 困难 非常的困难 你能做到吗 杨叶突然到 小天争了争 然后摊了摊小手 不知道呢 又来 杨叶满脸黑线 这小天 时不时就失忆 他都看不出真假了 杨叶沉默一瞬 然后道 走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文言 小天眼睛一亮 道 好 我们快走 杨叶嘴角微抽 他摇了摇头 然后带着小天 来到了第二层 他将小天带到了小七的面前 然后道 小天 你能帮我唤醒他吗 小天走到小七面前 打亮了一眼小天后 他眉头皱了起来 他的肉身已经毁了 肉身毁了 杨叶不解 他肉身不是好好的吗 小天摇了摇头 这是灵魂体 灵魂体 杨叶惊恶道 怎么可能 灵魂体不是这样的吧 小天道 他不是一般的灵魂体 他的灵魂非常的强 也非常的特殊 我都没见过这种灵魂体 真的是 好奇怪呢 说着 他伸手在小七身上 这里摸一下 那里摸一下 时不时还点点头 或者摇摇头 过了一会 小天突然道 他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你怎么知道 杨叶不解地看向小天 小天道 我就是知道啊 你为什么知道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杨叶重新问了一遍 我就是知道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啊 小天理所当然道 杨叶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小天 我没法跟你交流了 我们有带勾 小天嬉嬉一笑 然后看向小七 道 他肯定是过度使用力量 让自己灵魂受损 所以陷入了沉睡 杨叶点了点头 就是这样 你有办法唤醒他吗 他当初有用鸿蒙紫气 为小七治疗过 但是并没有用 小七这种情况 就跟他使用剑意 被剑意反噬一样 像以前 他剑意调接 鸿蒙紫气 都没办法阻止 小天打量着小七许久 然后道 我可以试试呢 不过 需要点时间 因为我需要弄清楚 他的这灵魂体 才能够对症下药 文言 杨叶心中一松 这小七既然这么说 那证明他是有把握的 而就在这时 小七突然看向了一旁的炼丹炉 当看到炼丹炉中的六丁神火 与那小女孩时 小天眼睛一亮 然后朝炼丹炉走去 见到这一幕 杨叶脸色一变 联盟挡在了小天的面前 道 危险 六丁神火的恐怖 他可是知道的 这小天靠近他 万一他突然发狂 那小天可就危险了 小天笑道 没事的 对我有危险的东西 我都能够感觉到的 说着 他绕过了杨叶 来到了炉子前 他打量了一眼 那六丁神火 然后赞叹道 泽泽 这火可真厉害 比我们这片世界的那个什么 恩 我想想 对了 焚天地眼 比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个焚天地眼 还要厉害 焚天地眼 杨叶道 那是什么 小天道 一个还算蛮厉害的家伙 在我们这片宇宙 仅次灵主的存在 不对 没有成长起来的灵主 可没他厉害 灵主 杨叶沉声道 你知道灵主 当然知道 小天道 灵主 万物之灵 很厉害的呢 这时 杨叶突然打量了一眼小天 然后道 小天 你与灵主 谁厉害 小天眨了眨眼 然后道 我也不知道呢 而且 我也不会打架 灵主好像一般 也不喜欢打架 说完 他转头 看向那炼丹炉 道 你这火 不属于天地灵王 应该说 他已经超出了火的范围 达到了另一个层次 就在这时 那炼丹炉中的小女孩突然睁开了眼睛 当他看到小天时 他眨了眨眼 然后一下飞到了小天的面前 脸上露着灿烂的笑容 小天伸手捏了捏小女孩的小脸蛋 笑道 他愿意帮你 这可是你的机缘 好好珍惜哦 小女孩连忙点小脑袋 然后亲了亲小天的小手 很亲密 他很喜欢你 杨叶道 小天笑道 我给他取个名字吧 就叫小天火好不好 小天火 杨叶犹豫了下 然后道 小天 我们在凶遇时 那个天道之眼 也就是小小天 是不是也是你给他取的名字 你怎么知道 小天眼中带着一丝诧异 然后道 是不是很好听 还真是 杨叶摇了摇头 原本他以为自己取名字 已经够糟糕的了 但是他没想到 这还有一个比他更糟糕的 虽然杨叶觉得糟糕 但是那小女孩却是非常的高兴 连忙点着小脑袋 表示同意 杨叶与小天逗留了一会后 便是离开了鸿蒙塔 他可没忘记 他还要参加比试的 一天后 杨叶离开了修炼室 此时 门外那蛮尸与狂径 已经等候在门外 除了蛮尸与狂径 还要那虎蒙 见到杨叶 虎蒙上来抱了抱拳 道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以后有事用得着我虎蒙的 尽管说 就算是挨刀子 我也绝不皱一下眉 他很清楚 如果不与几个厉害的人在一起 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入下一轮 但是厉害的人 比如那蛮尸与狂径 人家根本不会来找他 厉害的人 总是希望跟更厉害的人在一起 最不计 也不能比自己差 所以 如果不是杨叶 蛮尸与狂径 根本不会接受他 杨叶笑了笑 客气了 虎蒙点了点头 不再说什么 有些事情 说再多都没有友谊 关键是怎么做 这时 蛮尸道 我们走吧 杨叶点了点头 就这样 四人来到了一片广场中 此时 广场中已经聚集了许多妖兽 不过此时 许多妖兽都只是来看戏的 第二轮的比试 那些已经被淘汰的人 虽然无法参加 但是却可以通过符文阵法来观看 或者下赌注 竟猜什么的 因此 场中此时是热闹非凡 杨叶扫了一眼别阻那些晋级的妖兽 不得不说 这些晋级的妖兽 实力都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气息 气息都非常浑厚 没有什么水分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第二轮的竞争才会显得异常的激烈与残酷 一千人争三十个名额 就在这时 一行人突然朝着杨叶四人走来 为首的是一名身穿瘦皮的男子 青年男子带着一行人走到杨叶四人面前后 他打量了一眼杨叶 然后嘴角泛起一抹讥讽 看向那蛮尸道 蛮尸 这就是你找的货色 杨足 哈哈 杨叶看向蛮尸道 这货是谁 我们组第三名的那个 杨叶身旁 虎蒙解释道 蛮尸他们两个找你而没有找他 估计是心里不爽了 蛮尸看了一眼那瘦皮青年 然后诞生道 他比你强 比我强 瘦皮青年嘴角泛起一抹猙獰 然后转头看向杨叶 这种货色 我能打十个 我 就在这时 瘦皮青年声音戛然而止 因为一只手扣住了他的指要喉咙 在场中所有妖兽的目光之中 杨叶扣着瘦皮青年的喉咙猛地往地面就是一杂 轰 地面均裂 鲜血四溅 杨叶扫了一眼四周 然后道 你们看 他刚才在吹牛 众妖兽 第1529章待定 此时 场中许多妖兽的目光都落在了杨叶身上 凝重 特别是进入第二轮的那些妖兽 在看向杨叶时 眼中不仅有凝重 还有戒备 一招 那瘦皮青年可是杨叶他们这组的第三了 然而确实被杨叶一招就给打爬下了 虽然杨叶率先出手 打了瘦皮青年一个错不及手 但是 那也要有实力才行啊 纳蛮师与狂径相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皆是带着一丝笑意 事实证明 他们没有找错人 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突然出现在了杨叶四周 四人的面前 轮回敬强者 见到这名老者 杨叶神色也是微微凝重了起来 老者看了一眼地下的那瘦皮青年 然后看向杨叶 彼时没开始之前 严禁打斗 你触犯规矩 第二轮 你不用参加了 听到这话 虎蒙三人皆是一愣 随即三人脸色有些难看了起来 因为他们现在才想起这个规定 那就是彼时还没开始之前 是不能打斗的 听到老者的话 其余组的那些妖兽则是露出了笑容 少一个强者 少一个个竞争对手 这对他们来说 自然是一件好事 老者说完 就要离去 而这时 杨叶突然道 我不服 听到杨叶的话 场中所有妖兽再次愣住 这家伙想干嘛 那老者停下脚步 转头看向杨叶 你说什么 声音虽然平静 但是却蕴含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不过对杨叶来说 这威压也就那样 他连轮回静都杀过 怎么可能会被对方一股威压给吓住 杨叶直视老者 道 我就是不服 听到杨叶的话 场中许多妖兽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可真牛啊 敢跟轮回静强者叫板 那老者双眼微眯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当然知道 杨叶朝前踏出一步 然后道 我无意冒犯长老 但是 有一句话 我不吐不快 说着 他指着地上的那兽皮青年 道 之前诸位也看见了 是此人先来挑衅我的 容我问诸位一句 如果有人指着你们的鼻子 侮辱你们时 你们该如何 众人沉默 显然 这个时候帮杨叶说话 那就等于是不给那老者面子了 杨叶看向那老者 道 敢问长老 当我们被别人侮辱时 我们该如何 不等老者说话 杨叶立即又道 打他 弄他 弄死他 作为妖族男儿 比赛可以丢 性命可以丢 但是 我们的尊严不能丢 我们的骨气不能丢 说得好 这时 虎蒙站了出来 道 我们妖族男儿 什么都可以丢 但是尊严不能丢 骨气不能丢 其余常中那些妖兽 也是暗暗点头 确实 作为妖兽 脾气都没几个是好的 被人侮辱 如果还要委屈求全 那绝对是会被鄙视的 虽然他们对于杨叶 被取消鄙视资格 有点高兴 但是 他们对杨叶之前的做法 不仅不反对 反而还赞成 现在听到杨叶的话 不得不说 许多妖兽 对杨叶的好感度 顿时上升了不少 老者看着杨叶许久 然后道 好一个命能丢 尊严不能丢 你是杨卒的 杨叶点了点头 道 杨卒 老者微微点头 神色柔和了许多 杨卒我知道 一直是弱 能够出你这么一个家伙 也是难得 也罢 我就给杨卒一个机会 记住 以后莫要再犯了 杨叶连忙抱了抱拳 道 多谢长老 此时杨叶心中 大大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 他赌对了 妖族不比人足 在这里 你真的不能低调 真的不能含蓄 你越高调 越张狂 可能越受到尊敬 当然 前提是要有实力 并且要把握好那个度 不然 一样是作死 老者微微点头 然后右手一挥 不远处的石座传送阵 开始运转 他转身扫了一眼众人 道 进去吧 文言 杨叶等人 立即朝着那些传送阵乐趣 很快 一千人全部进入了传送阵中 在进入虚空战场中后 许多妖兽都恢复了本体 但是这一次 也有一些没有恢复本体的 其中有杨叶 除了杨叶之外 还有差不多二十几个妖兽 是没有恢复本体 因此 这一次杨叶并不算鹤里鸡群 这时 杨叶身旁的虎蒙 突然指着远处 道 看到那里的传送阵没 杨叶抬头看去 在千章外的空地上 有三十个传送阵 不多不少 刚好三十个 虎蒙道 待会开始后 传送阵会启动 只要进入其中 然后传送出去 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了 这么简单 杨叶错愕道 哪里简单 这时 那狂狮摇了摇头 道 进入传送阵后 需要实习才能够被传送走 而在这个过程中 被传送的人是不能行动的 所以 你觉得简单吗 原来如此 杨叶算是明白了 被传送时 不能行动 这个时候 旁边那些人肯定是会对你出手的 所以 必须要合作 怎么合作 当然是守护 在一个人传送时 另外几个过来保护 只有这样 才能够安稳传送出去 想到这 杨叶已经可以预见 接下来是有多么的残酷了 狼多肉少 这竞争肯定会异常的激烈 30个传送阵 每一个传送阵 只能传送一人 大家肯定是需要联手 每一组的前三甲 肯定会会联手 但是 剩下的那些怎么办 当然也是联手 然后对付前三甲的 因为只有先把前三甲的先干翻 他们才有机会 当然 不是全部联合起来对付前三甲 要是每一组的全部妖兽 都联合起来对付前三甲 那前三甲还玩个屁啊 不过 也有这种情况出现 但是这种情况 一般是那种前三甲 实在是太强太强时才会出现 可以说 在这里 前三甲算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 他们也是最有机会出去的 因为每一组的前三甲的实力 都是最强的 不过 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 除非你一个人挑翻所有妖兽 不然你别想传送出去 不得不说 妖族这个考核 还是非常不错的 团结 妖族联盟会 就是要告诉这些妖兽一个道理 你一个人在强 但是 如果没有族群的帮助 很多时候也是没用 除非你强到逆天 一个人挑翻全部 就如此刻 你一个人打爬 九千九百九百九十九个妖兽 这样 就没有妖兽能够阻止你传送出去了 但是 这可能吗 之所以说 待会会很激烈 是因为即使现在许多妖兽合作 但是到了最后 他们也是会重新分裂成一个个小团体 然后 然后又开始竞争 简单来说 每一组最后只有三人能够进入其中 而这三人想要进入其中 就必须从一开始的竞争 坚持到最后那一刻 难吗 非常的难 杨叶都感觉到了压力 他虽然厉害 但还没厉害到 以一打几百的地步 就算有剑都做不到 这些妖兽可不是什么渣渣 虽然用剑的话 他可以秒杀 但是 能秒杀那么多吗 在这里 必须要懂得配合 懂得合作 过了大约一刻钟后 一个声音突然在场中响起 开始 声音落下 场中的妖兽 顿时迅速分了开来 然后组成了一个个小团体 虽然没有妖兽冲向那些传送阵 但是场中气氛 却是有些紧张起来 杨叶看向狂狮 道 我们现在怎么搞 等 狂狮沉声道 狂静点了点头 道 现在若是去抢传送阵 会被围攻的 特别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我们这组最强的 现在去抢 他们会全部连起手来先解决我 但是我们不动的话 他们就不敢动手 因为谁先来搞我们 谁肯定先完蛋 杨叶皱眉道 那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不会很久的 狂狮道 待会会出现十张免疫符 这张免疫符可以抵挡时息的攻击 它就是我们要争的东西 是一定要争到手 免疫符 杨叶皱眉 不解 狂师道 我举个例子 我们四人合作 比如你要进去 我们三人保护你 但是最后那一个怎么办 谁来保护他 所以这张免疫符是留给最后那一个的 也是 杨叶点了点头 那岂不是说 有了这免疫符 就可以直接通关了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狂师道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有人的力量超过了这免疫符所能承受的范围 那免疫符自然会失效 不过 这里有那种实力的 应该不超过一手之数 而以对方的实力 要出去 肯定是不会那么麻烦的 所以 这免疫符算是一张通行证 直接出去的通行证 杨叶正宇说话 就在这时 天际的空间突然剧烈一颤 紧接着 十道光芒碎片突然自天际空间闪现而出 然后朝着下方坠落而下 免疫符 狂师沉声道 闻眼 杨叶眼疾手快 身形移动 直接出现在了那天际 然后抓住了一张免疫符 见到这一幕 狂师等人不惜反惊 狂师连忙道 快放下 杨叶愣住 就在这时 杨叶突然发现 下方那些妖兽的目光全部落在了他身上 枪打出头鸟 杨叶明白了 沉默一瞬 杨叶突然怒吼道 看什么看 不服来 哎呦卧槽 声音落下 杨叶直接消失在了原地 因为下方九百多头妖兽全部朝着他冲了过去 第1530章 恩就玩完 杨叶厉害吗 当然厉害 之前这些妖兽可是看见他的出手的 但是 要知道场中可是有牵头妖兽啊 这些妖兽 最低都是半神级别的 而且还都是那种没有丝毫水分的半神级别的妖兽 别说现在的杨叶就算是能拿剑的杨叶都打不过这一群妖兽 杨叶想吓唬那些妖兽毫无疑问他失败了 不过很快 场中那些妖兽放弃追杨叶了 因为杨叶速度太快了 其中有几头速度快的妖兽追上了杨叶 但是 结果却是直接被杨叶一顿暴揍 就这样 速度快的 能够追上杨叶的 却是打不过杨叶 而那些实力强大的 却是又追不上杨叶 所以 很快 那些妖兽放弃了去追杨叶 显然 他们是不想浪费时间 就这样 杨叶得了一张免疫符 远处 杨叶松了一口气 这些妖兽要是死追他的话 还真有点麻烦 要知道 他现在不能用剑 一身实力打了不知道多少折扣 面对这些妖兽 他真的只有逃的份 不过还好 这些妖兽也不想浪费时间 放弃了他 一旁 蛮尸与那狂径还有虎蒙 是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这样也可以 拿着就跑 其实 他们也知道 那些妖兽之所以放弃杨叶 是因为杨叶的实力 刚才追在最前面的几头妖兽 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就被杨叶给打爬下了 见到那一幕 许多妖兽知道 杨叶这块骨头不好啃 所以 他们选择放弃 杨叶走到蛮尸他们面前 然后道 待会你们先走 我断后 蛮尸与狂径相视了一眼 他们没想到杨叶会要求断后 断后 这是有风险的 因为万一有妖兽在他断后时突然出手 那就非常危险了 要知道 免疫服并不是能够真正的免疫所有伤害的 他也是有一个限度 超过这个限度 那传送就会被打断 就算没有那种超级妖孽出手 但是 如果十几头妖兽联手的话 也是可以破掉这免疫服的 沉默半赏 最后蛮尸道 我断后吧 为什么 杨叶不解 蛮尸道 是我邀请你们的 所以 我来断后吧 杨叶笑了笑 道 你们也看到了 那些妖兽知道了我的实力 所以 我待会要走的话 应该是没有妖兽会来找我麻烦的 毕竟有那么多传送阵 他们肯定犯不着来找我的麻烦 你们觉得呢 蛮尸与狂静沉默了一会 最后 蛮尸道 好 说着 他看了一眼杨叶 道 你这朋友 我蛮尸交了 以后出去 有什么事 只会一事 力所能及 我蛮尸绝不皱一下眉头 我也是 那狂静道 杨叶笑道 到时我可不会客气 哈哈 几人相视一笑 虽然蛮尸他们是妖兽 但是现在 蛮尸他们还没恢复本体 所以 杨叶将他们当作世人 其实 不管是人还是妖兽 对杨叶来说 都是一视同仁的 他交朋友 主要看胃口 合得来 什么组都不重要 场中 许多妖兽 还在争夺那免疫服 很快 十张免疫服 已经全部有了主人 杨叶扫了一眼 最后 目光落在了远处 一名蓝袍男子身上 在蓝袍男子身后 还有两名青年男子 都没有恢复本体 他之所以看着三人 是因为他发现 周围那些妖兽 都没有敢去找 这三人的麻烦 他们应该是暗歇足的 杨叶身旁 虎蒙沉声道 暗歇足 杨叶道 很厉害吗 虎蒙点了点头 非常的厉害 特别是他们的毒 他们的毒非常的强大 只要中了他们的毒 基本是十死无生了 除了少数的几族 根本没有哪个族 会去轻易招惹他们 杨叶微微点头 正要收回目光 这时 那蓝袍男子 却是突然朝他看来 杨叶与对方对视了一眼 很快 双方收回了目光 虽然是竞争对手 但是 这一轮中却不是 双方都不傻 不会在这里浪费力气 杨叶将目光移到了另一边 另一边不远处 有两名女子 以人类的审美观来看的话 长得都很不错 算得上漂亮 当然 最重要的是两人的实力 杨叶发现 周围有妖兽 对这两女出手时 基本都是瞬间 被这两女击败 青鸟族 杨叶身旁 虎蒙道 青鸟族 实力很强 特别是他们的速度 他们的速度 在我们妖族所有族中 可以排前五 前五 杨叶点了点头 这已经非常的恐怖了 要知道 妖族 这两个字只是一个统称 在这妖族中 是有许许多多 不同妖兽族群的 能够排进前五 这已经非常恐怖了 也确实 这两女的实力 都非常的不错 杨叶之所以观察这些 自然是因为 要了解一下 要知道 这些人可能都会成为 她的对手 过了一会 杨叶看向蛮师道 你们什么时候离开 等那些免疫服的归属 彻底确定后 蛮师道 为什么 杨叶不解 蛮师道 等那些免疫服的归属 彻底确定后 也就是常中那些妖兽 比较疲惫的时候 那个时候 相对安全一些 不然 现在若是近的话 万一有妖兽煽动 我们很可能被围攻 而且 等那些免疫服 确定归属后 也是所有拥有免疫服的 小团体 要离开的时候 那时 其余那些人 最后一拨时 我们的压力也会少些 明白了 杨叶点了点头 他们现在要是离开的话 很可能会被围攻 但是待会的话 拥有免疫服的 都会选择离开 那个时候 是最乱的时候 也是他们最好离开的时候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很快 最后一张免疫服 在被一头体型巨大的 妖兽获得后 场中那些获得免疫服的 小团体 顿时纷纷朝着那些 传送阵冲去 走 蛮师声音落下 身形移动 朝着远处的传送阵冲去 杨叶与虎蒙 还有那狂径 也是立即跟了上去 因为早有准备 因此 他们很快就到了 其中一个传送阵前 蛮师看向那虎蒙道 你先走 虎蒙犹豫了下 然后点了点头 进入了传送阵中 他实力是最弱的一个 他留下来 根本挡不住什么妖兽 因此 他必须先走 在虎蒙进入传送阵的那一刻 远处立即有一群妖兽 朝着杨叶这边冲了过来 妖兽的数量还挺多 有至少二十多头 此刻 这些妖兽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吼 这时 蛮师突然一声怒吼 然后直接恢复了本体 接着 他身形一动 朝着那群妖兽撞了过去 不仅蛮师 那狂径也恢复了本体 然后朝着那群妖兽冲了过去 不止杨叶他们这边 别处的传送阵处 也发生了大战 最后一搏 谁都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不得不说 蛮师与狂径的实力是非常不错的 他们两个就抵挡住了二十多头妖兽 而杨叶都没有出手 也不能出手 他必须要守在这里 以防别的妖兽突然偷袭 时间过得很快 石膝转身过去 虎蒙彻底消失在了传送阵中 当虎蒙消失在传送阵后 那传送阵立刻暗淡了下来 一座传送阵只能传送一个人 而此时 一旁的蛮师与狂径也停了下来 那些本来围攻他们的妖兽也是退走 朝别的传送阵赶去 蛮师扫了一眼场中 很快 他目光落在了离他们最近的一座传送阵 此时 那里的竞争异常地激烈 蛮师双掌猛地一拍地面 那庞大的身躯 直接朝着那里撞了过去 见到蛮师撞来 那里的妖兽纷纷连忙退去 这时 蛮师看向那狂径 你先走 狂径犹豫了下 然后点了点头 进入了传送阵中 这时 周围那些妖兽 在见到狂径进入传送阵时 立刻朝着他们围了上去 蛮师一马当先 直接朝着那些妖兽冲了过去 杨叶还是没有出手 因为蛮师足够了 这并不是要分出一个胜负 只要拖住十膝就可以了 而以蛮师的实力 完全可以拖住十膝 而他 还是那样 要以防万一有妖兽 突然对那传送阵中的狂径 突然偷袭 很快 狂径消失在了传送阵 杨叶与蛮师 立即来到了下一座传送阵前 蛮师看向杨叶 外面等着你 说着 他直接进入了传送阵中 而这时 周围将近五十多头妖兽 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杨叶双眼微眯 朝前踏出一步 然后一拳轰出 轰 那首当其冲的一头妖兽 直接被杨叶这一拳给轰飞 接着 杨叶拳头击挥 基本每一头 被他拳头轰中的妖兽 都直接飞了出去 这一次 杨叶没有留守 全权全力 因为杨叶太过凶猛的缘故 很快 一些妖兽止步不前了 因为杨叶太恐怖 基本没有妖兽 能够顶住他一拳 实习后 蛮尸已经消失在阵法中 杨叶扫了一眼周围那些妖兽 然后目光落在了他不远处的那座传送阵上 那里 空的 因为还在争 杨叶没有犹豫 朝那传送阵走去 见到杨叶走去 那里的妖兽脸色顿时变了 杨叶刚才的实力 他们可是看到的 很快 杨叶走到了那传送阵前 没有妖兽拦他 杨叶也不客气 进入了传送阵中 然后捏碎了免疫符 当免疫符被捏碎后 一股金光笼罩住了他 与此同时 传送阵开始启动 没有妖兽出手 很快 五膝过去 六膝过去 当到了第八膝时 五股恐怖的气息 突然自远处袭来 然后直接轰在了杨叶 所在的传送阵上 轰 传送阵剧烈一颤 那传送光消失 杨叶身上的金光也消失 这时 一名青年从远处走了过来 道 杨足的 我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这青年正是之前在外面 被杨叶打爬在地上的 那名兽皮青年 传送阵中 杨叶缓缓走了出来 然后看向那兽皮青年 道 不让我走是吧 那我们就来好好玩玩 恩 就玩玩 我看你了 对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感谢观看